没有时间来想 现在大家有这种时间来想 如果大家做了这种反思的话 会认清中共的实质 加速中共的解体有很大的好处 旁天有什么要回应吗 刚才两位先生讲的 提到了两方面的问题 作为韩国的朴学生讲 江泽民这个恶魔也好 他这个中共的强人也好 他的离去对加速中共的解体 结束中共的一种专政 这个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因为他毕竟他死了以后 影响力减小了 那么作为胡锦涛 现任的一些中共的领导 也有一个反思 通过他这个事情来进行一个选择 那中国人民根据中共的江泽民这个死 也可以加快对中共的解体 加快推出中共 那这方面实际上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江泽民去世 实际上是加速了中共的解体 那对中国人民来说 确实是个大快人心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是前生生讲到 就是中共如果产出掉以后 那中国人民要选举自己的总统 那代表真正的中国人的民意 我想这是我们四三亿中国人都想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民主自由这方面的大潮 这个结束一种专政都是每个中国人的心愿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江泽民的趋势加速了中国的前途这个更加光明 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大家讲得都非常好 那张博士刚才观众还有刚才彭先生都谈到了 就是说江泽民如果死的话会加速中共的崩溃 那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呢就是说江泽民的死亡的话呢 不能够就是说不能够作为江泽民这个时代的结束 这么说的话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还需要这个 就是我们就不能够就是把江泽民忘掉 是因为我们还必须要反思江泽民的罪恶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在法律上是这样的 比如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的话就不对他进行诉讼了 但是我觉得对江泽民这样的一个最大恶极的元凶来讲 不管是他这个镇压法轮功也好啊 出卖领土也好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黑幕 不能够因为他的死就把这些黑幕 一下子就接过去就大家就不再管他了 必须就是把对江泽民的罪恶进行系统的反思 那么因为这个反思江泽民的罪恶的话呢 同时其实也是反思共产党这个罪恶的过程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才我们才可能就是从这个江泽民的这个死亡中啊 从江泽民的这个这个 就是这个事件中呢 能够得到一些工作的启示 也给中国呢就是带来更好的前途 好谢谢张博士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从江泽民的死讯 看江泽民其人 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和密切讨论 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 您也可以通过skype和我们取得联系 skype地址是rdhd2008 那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IPPOTV来直接收看不需要翻墙软件 爱博电视的网址呢可以从这里面下载 从这个网址上下载是www.starprp.com 在这个网站上去下载 那么刚才观众朋友已经提到 不论江泽民是死还是没有死 都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了 那么关键是他在心目中 大家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参与讨论 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 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从江泽民死讯 看江泽民其人 那您如何评价江泽民呢 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参与讨论 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 那我们现在有一位中国大陆张先生在线 对不起张先生已经掉线了 那么江泽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看一个小短片 1926年8月17号 江泽民在江苏江都县出生 父亲江世俊是韦汪清卫政府宣传部副部长 江泽民子称13岁 过季给予去世的六叔 中共地下党员江上清 江年清时就读于伟汪精卫政府的中央大学 89年64 中共派军队进京镇压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 对上海学运的强硬做法 得到邓小平的赏识 中共13届四中全会 江泽民被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开始了所谓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 直到2002年下台 江泽民上台后开始逮捕和监禁 参与六四的民运人士和学生 限制言论自由 1998年 江授权建设用于封堵互联网 监视大陆网民的金顿工程 99年4月25号 万名法轮功学员 因政府职能机关的不公对待 而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 法轮功学员的平和理性和良好的秩序 使他感到威胁 6月10号 他敦促成立了凌驾于中国宪法和法律之上的 610组织 7月20号 在江的强力推动下 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迄今已经持续了12年的镇压 江泽民直接给610办公室制定了镇压法轮功的政策 名誉上搞臭 间谍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 打死白打 打死算自杀 不查深远 直接火化 这一政策导致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和公安机关对法轮功学员的不顾 及法律 人权和道德良知的任意处罚 包括开除公职 高额罚款 绑架 劳教 强行洗脑 奴工 监禁 强制精神病院关押 以及在关押期间形形色色的酷刑折磨 甚至军队和地方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力 据民间统计 到现在已经有34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迫害致死 数十万人被牢教判刑 流离失所者更不计其数 法轮功学员根据国际法和所在国家的法律 以群体灭绝罪 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江泽民 并在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立案 在江任职期内 中俄签订边境条约 沙皇俄国以不平等条约 强占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被划定给俄国 将被民间和海外中文媒体指责为大卖国贼 那刚才江泽民生平介绍的一个小短片 那我想问一下陈志飞教授 您对江泽民是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评价一个男性 我们中国传统来说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小人 一类是君子 那么孔子说君子 就是常为为小人长气气 那么江泽民 从刚才这个画面来看的话 他实际上完全属于小人之列 因为我如果说 我今天还在想 如果中共正式发出普告的话 会怎么来描述他呢 因为按照这样的高级的领导人 中共一般都会说是个 酒精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一段 可能会哑人失笑 大家会觉得很搞笑 因为江泽民他是一个心术不端 极其钻营的这么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 他也不信共产主义 这一点呢 在他访问美国的时候 跟美国的 所谓他吹嘘的那个高级记者华莱士 谈话中他已经谈到 他说年轻的时候相信共产主义 但他觉得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也就是说他压根到底不相信共产主义的存在 那么这么一个人在共产党内也算是一个异类 因为所以他的所作所为 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为了他政治上的这个谋取和个营的这种私利 他并不是考虑到什么党和国家的利益 他甚至在这一点上做的还不如中共的 之前的那些革命起家的那些 提着脑袋的革命的那些领导人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对江泽民的评论呢 的确也是会让很多 包括新华社中共高层 颇费一番脑子 这个我觉得也是他可能死了以后 迟迟普告 都得不到这个正式发布的一个主要原因 庞先生那您认为江泽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首先呢就是对中国人民来讲 他一个呢就是叛徒 他本身就到苏联那个期间 那个受克格勃的这个引诱 跟这方面的情况 就是同意了那个进行那个有关的那个情报工作等等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他不管对中共来讲 对中国人民来讲 他都是对叛了这个作为叛徒 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做的事情啊 就是跟中国的人民的利益 跟甚至跟中共所提倡的都是向违背的 第二个呢他是个大独裁者 他在位期间 那包括那个 好多事情的决定 他都是意义孤行 那最明显的就是对于法轮功的这件事情上 中央政治局常委那时候几个全都反对 就他一个人撬出来 写给政治局写信 完了以后他利用中共的这个 这一套上下的这套机构 完了私自这个决定 更强行成立610办公室 凌驾于中国的法律至上 所以呢他作为这个江泽民来讲 他是一个侧色地地的 对中国中共来讲是大独裁者 你说大独裁者 我看日本的就是有报道说 说在江泽民世纪 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 想超越他们两人的一个大土裁者 对所以说呢 这方面这个对反民主 这个刚才讲到起诉反人类等等 这方面呢 就第三个呢 他是中华民主的历史罪人 出卖国土啊 你看刚才说了 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这个历史上 一届政府跟相关的人都不敢签约 他就是因为特务 所以在这么一个身份下 跟伊利勤签订了中国这方面的协定 把中国那么多的国土都出卖出去了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另外他这个除了那个迫害法轮功 这个增上来的那个船体 用各种手段打压以外 还有就是在六四期间 踏入六四的这个人民的鲜血 走上台的 他也参与了所有的整个 镇压学生跟镇压人民的这个 整个的六四运动 在上海的期间 他就用强硬的手段 对学生跟平民来进行镇压 所以呢 就是说 作为这个江人民来讲 对特别是 破坏法轮功以后呢 就把法轮功这个信仰 真善人 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个 道德的这个 做人的准智之方面 全都破坏掉了 他打压法轮功 就是中国社会 跟整个就走向了反面 因为把真的东西 好的东西他打压住了 而且不尽其力来进行打压 那通过这些打压呢 社会上的这些 这个渣子啊 那个黑社会啊等等 慢慢的就陪着这个势力 那人的那个 这个一起向前看 为了钱什么事情 都能干的这种事情呢 也在社会上乘风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他对中华民族 对中国的社会道德下降 这起到了不可推卸的 这方面的责任 嗯 好的 张天亮博士 您认为 您是如何评价江泽民呢 我觉得江泽民呢 他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缩影 就是中共干的坏事 在江泽民的身上 都能够找到例子 那么江泽民干的坏事的话呢 如果这个 再放大了看 这个中共干的这个坏事的一部分 比如说中共呢 实际上他在这个起家的时候 就是投靠苏格 后来在这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话呢 又投靠日本 就是江泽民的话也是这样的 在这个日本侵华期间 做日本汉捷 后来到了这个五十年代 四年留学的时候呢 又去给这个苏联做汉捷 那么在这个迫害这个民众那方面的话呢 就是江泽民也是毫不手软 我觉得江泽民的话呢 他可以说是一个国贼 就是他出卖领土 他可以说是一个民贼 他这个掠夺老百姓的财富 东宝斯呢 那么江泽民呢 他也是一个刽子手 就是在这个双手 沾满了这个从六四的学生啊 到法轮功这个修炼者啊 还有包括各种这个信仰团体啊 意见人士啊 这个鲜血都是 江泽民双手就沾满了他们的鲜血 他也是一个贵子手 那么如果中共是一个邪教的话呢 那么江泽民又是 曾经做过这样的邪教的头子 就是中共的总书记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 这个邪教头子 那个掌握过国家的这种权力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权力 在这个联合国拥有佛学权 对吧 可以遭用国库 可以利用所谓的国家主题的名义 在这个全世界媒体面前 公然的撒谎 掌握了那么多这个金颈 宪科 包括这个外交啊 财政啊等等 这个全国的资源 去为所欲为的去这个干他自己想干的那些坏的事情 包括杀人啊 包括这个盗窃国库啊等等 所以就是说